那夏天呢 我们究竟应该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呢 夏天啊 我推荐大家可以多吃豆类的食品 今天啊 我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两种豆子 来看 红豆和绿豆 绿豆大家都吃过吧 对 红豆我们也吃过 它都是豆 但是这应该不是红豆 这个不是红豆吗 这个不是红豆 这个啊 范大厨 我先给麦个关子啊 咱们先讲这个绿豆 好 先讲绿豆 绿豆啊 被称为夏天第一解暑神器 从这个中一五行的观点来看啊 就是这个豆子的功效 跟它的这个颜色是密切相关的 绿色的豆子啊 多偏良性 所以它清热解暑的作用呢 就比较强 比如说这个古籍 《尊生八尖》里面 就记载过 这个夏天解暑啊 可以多喝绿豆汤 在这儿啊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们特别愿意听这个故事 相传这个三国时期 关羽酷爱饮酒 他经常把他的这个酿酒师 摘在身边 有一天呢 这个酿酒师就遇到了华佗 华佗大家都知道是吧 嗯 他遇到华佗呢 他就问 说华神医啊 最近咱们这个军营里面 好多将士都因为中暑 没法打仗了 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哎 这华佗笑了笑就说 在你酿酒的时候啊 可以加一点绿豆试一试呀 结果这个酿酒师一试 果然奏效 不仅酿出来的这个酒啊 是纯香美味 而且这个将士们 中暑的将士喝了以后 马上都好了 所以士气大振 关羽呢 也是非常高兴 这是可以清火的酒 对 而且这个将暑神器 是最早是从 华佗老爷子那儿发明出来的 哎呦 那这样的话 咱们等感觉天热的时候 咱们就是绿豆汤 兑啤酒 这喝起来以后 是不是 又接手 我怎么听起来这么怪 对啊 对对 那绿豆清热解暑的功效 大家都熟知了 绿豆呢 还有一个功效 非常突出 解毒 解毒 对了 这个大厨呢 不愧是大厨 确实是对这个 豆类食品的功效 也是非常熟悉 主要是您都研究厨艺了 我们必须研究点这个 中医啊 对啊 是吧 所以我看那六位大厨 今天都很积极啊 对对对 在咱们这个中医古籍里面啊 也记载了绿豆 可以解父子 辟霜 草木注毒 比如说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 绿豆可以解单毒 繁热 纷枕 药石发动 热气奔吞 伸眼角之浮 一煮食 消肿 下气 压热 解辟食之毒 对 那这段话呢 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在夏天的时候啊 这个分热之邪 特别容易侵犯人体 那我们的皮肤啊 就容易长红疹子 起水痘 口舌身疮 这时候用绿豆啊 就可以治疗和预防 这些疾病 效果非常好 你看我呢 平时在家里就喜欢熬点这个绿豆汤啊 但是这个绿豆汤 我听说极其之有学问 据说这个绿豆汤啊 如果是刚下锅这么一熬就开了的话 这个是叫清热 如果给它不断地熬啊 熬啊熬啊 最后熬成了绿豆沙 颜色已经变成这种褐色了之后呢 据说是解毒的 这两种还不一样 这老人教我的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两种熬法 是有一个不同的区别吗 我不知道六位大厨是怎么看 这个事 好像我觉得 好像你说反了 我也觉得 哦 是吗 应该是表皮的那个皮 那个汤啊 应该是解毒 解毒了 然后杀解暑 是这样吗 这块啊 大家提到了这个煮绿豆啊 确实是很有学问的 这个咱们在 《综身八尖》里面 就有记载 大家看 怎么煮这个绿豆啊 绿豆淘尽 下锅加水 大火一滚 取汤 停冷 色壁时之 如多滚 则色灼 不堪时意 这什么意思啊 这段话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壁字 色壁时之 也就是说 一定是它这个绿豆汤的颜色 是壁绿壁绿的时候喝 如果变色了 可能就没有达到这个功效了 对 所以咱们平时煮绿豆啊 一定注意煮的时间 就是三到五分钟就可以了 而且注意煮的时候啊 一定是要盖着锅盖煮 因为咱们这个绿豆 清热解暑的作用 主要是在这个绿豆皮上 它含有一种叫多锋类的物质 这种物质啊 极易氧化 如果你揭开锅盖煮 那这个多锋类物质一氧化 它就失去了清热解暑的作用 再者呢 就是熬完之后 把这个绿豆汤倒在碗里 也要尽快地喝掉 不要让它颜色呢变了 这样子的话 它的这个清热解暑的作用 也会减弱 所以您刚才就对我和何大厨 这个理论体系呢 抱一个神秘的微笑 其实在您这儿就是很简单 没错 加上盖三五分钟就可以 趁新鲜喝了 那刚才专家给我们带来了两种豆 一种是绿豆 另外一种呢 我们看大屏幕刚才呢 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是红豆 你先稍微等一下 这个豆啊 其实它不是红豆 这种豆沙的酒吧 这种豆沙的酒吧 就是红豆沙的酒吧